大家好,今天迪迦特曼来到超市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和美味的食物呢? 他拿着一枚硬币 正好超市里来了一批新的崎岖蛋 还有好多美味的食物啊 迪迦特曼首先选了一个红色的崎岖蛋 这里面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正好口有点渴 他还选了一瓶饮料 这好像是苹果汁的饮料 肚子也有点饿了 他还选了一个饭团 那就先买这些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迪迦特曼买的崎岖蛋里面 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玩具的种类 这是两个奥特曼的人偶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两个奥特曼吗? 他们在做非常的知识 而且他们的身上有挂链 可以挂起来 让我们把他们挂到迪迦特曼的手上 迪迦特曼肚子有点饿了 他把买来的饭团吃了下去 嗯 好美味啊 吃完饭团口有点渴 他还把买来的苹果汁也喝下去了 这个时候两个人偶突然变大了 他们分别变成了对应的奥特曼软胶 太神奇了 迪迦奥特曼收获了两个奥特曼的软胶玩具 他好开心啊 接下来 是赛罗奥特曼来到超市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他也拿了一枚100块钱的硬币 他首先选了一个黄式的奇趣蛋 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 赛罗奥特曼还选择了一个 面包超人的便当 饮料要来选什么呢? 他选择了中间的这个 蓝精灵的酸奶 看起来很美味哦 那就先买这些吧 赛罗奥特曼买到的黄式奇趣蛋里面 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杰德奥特曼的玩具 这里面有两个怪兽的人偶 这个还是黄金的 右边的这个怪兽有两个大大的钳子 它的身上有很多跟它长得一样的迷你的怪兽 然后左边的这个是黄金的 看起来好酷啊 那你们知道这两个是什么怪兽吗? 这两个怪兽的人偶也可以挂在赛罗的手上 肚子有点饿了 嗯,面包超人的便当,好美味啊 这个酸奶怎么样呢? 嗯,酸奶也很好吃呢 这时候两个怪兽人偶突然变大了 右边的这个变成了两个大钳子的怪兽 左边的这个变成了红色和黑色的一只怪兽 太神奇了 塞罗奥特曼收获了两个怪兽软胶 贝利亚也来到了超市 她也拿了一枚硬币 她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贝利亚的肚子好像很饿 她看了一下,选择了蓝色的奇趣蛋 她还选择了一个三明治 看起来好美味啊 然后选择了红精灵的橙汁 这下面是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原来是细菌小只的面包 这里还有个甜点,好像很美味 贝利亚还选择了一个布丁 就先买这些吧 贝利亚的蓝色奇趣蛋里面 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也是塞罗奥特曼的玩具 这里面也有两个怪兽的迷你人偶 这是什么怪兽呢? 左边的这一个怪兽长着两个长长的眼睛 右边的这一个怪兽好像在奔跑 而且还有尖尖的獠牙 贝利亚的肚子好饿好饿啊 她先把细菌小只的面包吃了下去 可是还是不够 她又吃了一个三明治 口好渴啊 她把橙汁也喝了下去 最后还把甜点吃掉了 这时候 两个怪兽人偶也变成了巨大的软胶 右边的这一个变成了满嘴獠牙的怪兽 左边的这一个 两只眼睛长长的 看起来好奇怪啊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那今天奥特曼买奇趣弱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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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